这上面的东西 你去储藏室取一下 喜欢的你就留下 不喜欢你就送人 司总啊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总是送我东西 红参 风黄椒 鳄椒 这些补品 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我内分泌不好 吃不了这些 送你了 那谢谢您啊 您好 司总 有事吗 单子上有四样东西不见了 家里还真紧嘴了 这还少了一个 拼色的羊皮小包 那可值不少钱 您好 喂 问你个事 储物间有几个礼品 还有一个拼色的包 您是不是拿去送人了 喂 你在听吗 喂 喂 你是谁啊 真的 我真觉得很好 是太漏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呢 喜欢啊 你送我的东西我都喜欢 真的 来 我们同事看见你了 是吗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让你请客吃饭 小事一桩 随他们挑 对了 那个 今天还是老量子 一会儿你开我车呢 到我酒店把我放下 等你下班以后呢 到酒店来接我 好 然后我再给你们俩送回来 行 别动 你说你今天穿上这一身 然后再开上我的车 去你们单位 你们老板得怎么想啊 他还能怎么想 他一定以为 我是报上大款了呗 你可别逗了 什么呀 就报上大款了 菲菲 走了 你怎么又玩 新习户手机啊 又玩新习户手机啊 来 别不跑 老板 找 Frage 咱俩 我 我 我 好 要干什么呢 快追 追 追 你好 这个车是我的 我忘了带钥匙了 我给你看一下形式本吧 好吧 干吗去 我给你拿生证 来 真是你的车 我还以为有人抢劫呢 你一会儿到保安科 做个情况说明 好 打扰你了 长安大厦 我真是服了 你说这会开得有什么意义 这都几点了 话说回来 你想想 哪次不是咱们小组业继拿第一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 以后我在你们还不放心吗 明天见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回来了 喂 老婆 我跟你说件事 你千万别生气啊 咱们家车好像让人给偷了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保安那儿 丢在监控 车没丢 我有急事需要行使本 去办手续 打你电话又不接 我一着急就把车窗给砸了 车已经让4S店的人给拖走了 不是 你砸什么车窗啊 你那不是有备用钥匙吗 备用钥匙上个礼拜就让你拿走了 换车玻璃很快的 明天下午就能修好 到时候我让人 把车给你送酒店去 不是 那 喂 喂 老公回来了 老公回来了 老婆 特谢 陶尼送给你的西湖龙井 特供的 最近我在吃中药 不能喝茶 吃什么中药 调理复刻的 老婆 跟你说个好消息 今天呢 涛尼说准备给我生一生 让我当销售副总监 恭喜啊 你现在说恭喜 还有点太早了 话要说回来了啊 没有老婆的帮忙 我 我这怎么能啊 我这不也是想弄努力 给你争口气吗 那个 最近所有酒店 都在订夏季的会议用方 你们那儿的客户 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应该有吧 那你明天上班 顺便帮我打个招呼呗 我们酒店的情况 你也是知道的是吧 你放心 老婆 只要是你介绍来的客户 我们折扣一定是最低的 老婆 求求你帮我忙 这是掏尼的意思 我累的 老婆 我今天晚上给你炖了西洋生乌鸡汤 晚上我不吃了 你一个人啊 对啊 我病成这样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不就是发个烧嘛 多大点事 能扛就扛呗 女强人再强的也是女人 你能对自己好一点吗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我想离婚 离婚 为什么呀 崔英俊出轨 这个女人叫王思琪 是扫教中心的老师 想好了吗 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 烧到三十九段 反正想什么都挺糊涂的 每度离婚这件事情 特别清楚 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要崔英俊 精神出口 行 既然想好了 我也不劝你了 从现在开始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 首先 你要好好地清点一下你的财产 分前的 分后的 一个人名下的 夫妻共有的 包括所有的房产 期权 股权 债券 股票 正值投资 这些财产的来龙区脉 你都要弄清楚 好